乌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原定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不过由于涉嫌违反全面封城令 最后记者会宣告取消 东姑拉沙里特别事故官洛曼透露 原定下午三点在孤里吉隆坡住家召开的实体和线上记者会已经取消 没有说明原因 媒体是在昨天晚上收到记者会通知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随后表明 在全面大封锁期间政府禁止举办任何刑事的集会 即使东姑拉沙里限制出席人数 也必须获得警方的批准才可以召开记者会